日本天后冰淇步睽違七年来台 担任林俊杰演唱会嘉宾 短短的三天两夜 冰淇步行程满档 演唱会结束 冰淇步不顾大雨跑去逛夜市 吸引大批民众围观 保全围安一旁借户 还不忘享用台湾斗地甜点 日本冰淇步昨天开完演唱会之后 就是来到士林这间冰店来吃冰 保镖好几个 还有一万相关的人员 二三四个 他们点了五六样 当时冰淇步和老公朋友 总共六个人 就是坐在店里面 中间最后一排士兵 有民众知道自己坐的位置 就是天后坐过的地方 纷纷拿起相机抢拍照 士兵知道你跟他坐在同一位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等一下我要拍照纪念一下 日本天后冰淇步私人行程 引起骚动 何时会再来台湾 更让粉丝们好期待 知识旅学后 牧林台北 前往报道